松山慈慧堂台北母娘文化祭 今天舉辦保民肉禁嘉年華起嫁儀式 總統蔡英文 內政部長林宥昌 還有台北市長蔣萬安都親自出席 上千名隨相信眾 對母民延數十公里 聲勢浩大 而母娘晚間駐下台市 由總經理親自接嫁 恭迎母娘 現場更湧入大批信眾 醋有殘敗 起碼炮想起母娘正式起嫁 總統蔡英文 親自擔任主禁理官 內政部長林宥昌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一起扶亂起嫁 锣鼓齊名 盛世浩大 松山慈慧堂台北母娘文化祭 29號舉辦保民繞境嘉年華 上千名隨相信眾 熱情響應 採揭隊伍綿延數公里 看到民間這麼努力 政府也要更努力來照顧人民 因為母娘的慈悲以及庇佑 讓我們疫情逐漸趨緩 2008年以來 舉辦台北母娘文化祭 注重 孝道 感恩 繞境隊伍從松山慈慧堂出發 沿途發放平安米線 在特定路段開放信徒 晚間住假台市廣場 台市總經理晚間在大門 親自接駕供應母娘 現場更湧入大批信眾 簇擁參拜 援炮聲中祈求母娘保佑 信眾紛紛拿起手機 捕捉精彩住假畫面 相當熱鬧 我們是住松山這邊的 之前有參與 大家平安 這個社會平安 因為疫情啊 很久沒有參加了 所以今天大家很開心 母娘保佑信眾平安健康 鐵盤透過繞境活動 能讓社會更加重視 宗教文化傳承 解台北綜合報導